您好,我是Alice,您的旅游和投资顾问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一起探索世界上最昂贵的威士忌之一,麦克兰 从格兰菲迪到麦克兰 我们将揭示拍卖中售出的最昂贵的威士忌 在2023年11月,一瓶麦克兰1926年的60年陈酿 以每人把7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售出 刷新了威士忌拍卖价格的记录 这个价格远超出了之前任何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拍卖价 显示了对麦克兰的独特热爱与嘴捧 这不仅是对麦克兰的珍视 更反映了威士忌收藏市场的狂热与升温 随着高净值人士对稀有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麦克兰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成为收藏者心中的至高之物 从威士忌的陈尿年限到拍卖价格 麦克兰的各个方面都彰显着其无与伦比的价值与魅力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麦克兰威士忌的历史 制作工艺以及其在投资市场上的表现 无论您是威士忌爱好者还是投资者 这都是您不容错过的精彩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麦克兰威士忌的神秘面纱 探索其中的珍贵之处 在我们的探索中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麦克兰的历史 麦克兰威士忌的传承 远远流长 始于1824年的创立 通过对世界各地最优质橡木桶的选材 以及传统的蒸馏和陈酿工艺 麦克兰威士忌从一开始就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品质 越深威士忌界的巅峰 而在威士忌收藏市场中 麦克兰更是独领风骚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麦克兰1926年的60年陈酿 这瓶威士忌被誉为威士忌界的珍宝 它来自于Cask 263 只有40瓶酿制出来 且从未公开销售 这使得每一瓶都成为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珍品 也因此在拍卖市场上创造了令人震惊的价格 除了麦克兰1926年的60年陈酿 麦克兰的Fine & Rare系列也备受推崇 这个系列中的瓶瓶罐罐都是西式之宝 展示了麦克兰的卓越工艺和品质 其长期以来的历史地位和独特魅力 使得麦克兰在拍卖市场上成为抢手货 拍出了一桶桶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价 在投资者眼中 麦克兰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资产 通过收藏和投资麦克兰威士忌 投资者可以享受到稳健的资产增值和丰厚的回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稀有威士忌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成为了高净值人士们争相追捧的投资标的之一 总的来说 麦克兰威士忌以其丰富的历史 卓越的工艺和无与伦比的价值 成为了威士忌收藏界和投资界的焦点 无论是对于威士忌爱好者还是投资者来说 了解和掌握麦克兰的价值与特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用最尊贵的圆筒去帮客户购买最优质的威士忌 当久成熟了大约两年左右 就会用Glenkaren的水晶瓶去装当威士忌 进入装瓶后的价值就会不断提升 因此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如果今天你用7700元买入 而13500元卖出 算到的利益就是88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买33年的成酿 以7700元买三支就是23100元 然后过两年后成了35年的成酿 13500元一瓶三瓶就会价值成为4500元 如果我们瓶装40年的成酿 就会是63500元 一瓶一个桶有三支就是19500元 这个流程就是通过我们指定的独家渠道 保障了麦克兰的商品 客户就可以成功买入圆桶 然后我们就会将它保存 确定是35年成酿期 或者40年成酿期的就可以装品 现在我们邀请投资者 最多可以每人购买三桶 通过我们指定的独家渠道 您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麦克兰威士忌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资产 它还可以为您的生活带来改善 和多样化的财务规划选择 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 为您的子女教育基金或养老基金 提供稳健的支持 同时麦克兰威士忌也可以作为一种传承 为您的家族留下珍贵的财产和历史文化 无论是作为财务规划的一部分 还是纯粹的享受威士忌的唇香 这些威士忌都是独一无二的 值得您深入了解和收藏 感谢您的收看 并期待与您共同探索更多 关于吃喝玩乐和投资的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